伸左手抬右腳 這個交替座 這個就是最簡單 讓你的核心先熱起來 基本上腳應該是要抬更高 那時候在訓練的時候 可能還沒有做好 那這個是側平板 就是整個 手肘撐在地上 那另外一點就是腳 就把它撐起來 這是右側面 那一個側平板會兩面 一個是左手一個是右手 就是這樣去撐 那基本上要做幾下 其實就是看大家的體的狀況 大家可以從 一個方向做五下開始做 那慢慢可以做到一個方向做二十下 那你可以做一到兩個cost 這樣子做下來 那這個是踩在橋上 所謂的球上的橋式 一般是 人家會有比較簡單的橋式 那像這個你就是必須要把你的 這個包括除了軀幹的核心 也還要包括大腿後面的肌肉 也會訓練到 那甚至於你可以踩在球上 那更難的動作你是可以 只有單腳踩在球上 另外一腳抬起來 那當然那個穩定度就要更高 那就是看大家本身的體的狀況 去做這些訓練 要做的次數 我都會跟病人建議 你可以從五下開始做 不要太勉強大腿 不要太勉強自己 因為這個還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球上的兩臥起做 那這個你是不是要踩在地上 這個要踩得比較穩一點 不然我可能有得像這樣 這個要小心一點 那這個都比較屬於你 如果體能狀況比較好 比較穩固一點 可以做這些 加上瑜伽跟瑜伽加球的動作 那這個最後的棒式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大家要撐多久了 所以用這個來收尾 那臨床上我之前在做 大概就是放一首歌 大概至少三到四分鐘的時間 那你中間你要做什麼變化 可以來可以抬個十腳 因為一直撐著也很無畏 抬個手 那要更難的話 就是抬個右手 右手跟左腳一起抬 我這邊就沒有示範出來 那 這裡大家就可以發現 這其實有點年紀 不像剛剛那個圖 那個女生的示範 它是整個可以整個弓的 凹背整個凹起來 所以這個脊椎其實是比較相對沒有那麼 那麼年輕的 所以這個所謂的貓牛式就沒有做到 如果這個女生比較年輕的人 可以做到具現類似的 這個也是一個熱身 那這個就比較簡單一點點 四肢是固定在瑜伽臉上 不像安全的 那仰臥扭轉 剛剛的圖是整個貼在地上 那我這個是比較難一點點 就是懸空 那就是看大家本身的程度 你可以兩隻腳一起翻過去 然後放在床上 這樣就會比較輕鬆一點點 那屈膝抱頭 大家可以從一隻腳做起 單腳做起 右腳左腳交替做 那如果做得很順的 你可以兩隻腳一起做 這個是 人版的核心運動 那兩臥平背的話 基本上我們 躺在床上 這個看起來沒有那麼明顯 背部 因為穿著衣服 背部基本上是會有一個曲線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是肚子往下壓 那我們背部整個平衛在床上 這個可以取代部份的棒式 可以練到一些 背部跟腹部的一些集合 這就是往下壓的動作 這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放鬆的時候 背部就稍微繃起來 往下壓這個動作 這是所謂老人的 老人版的核心運動 大概就是四個動作 再一點點側棒式的動作 對年紀更大的人來講 或許如果真的挺的狀況沒有那麼 可以先從這邊開始做起 這種坐姿的核心運動 所以大概 我們臨床上就是希望做所謂的核心檢測 就剛剛講的那個三個動作 然後去看病人是屬於哪一個程度 然後在 我們這邊有做四種程度的核心運動 我們就會根據病人的整個狀況 去介紹他 你應該去做什麼樣的核心運動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就是說 每一個運動大家 我都會跟病人講 你從五下開始做 你說從來都沒有做過 所以這種 這邊提到的這些核心運動 其實 運動傷害的發生率真的非常的低 因為我們會讓病人去衡量他 實際上的狀況 那每一個核心運動 雖然有四到五個動作 我們也會跟病人強調 你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嘗試 一個動作做了沒有問題 再加上第二個動作 再加上第三個動作 再慢慢加上去 我們都會跟病人強調 一定要循序健進 尤其是從來沒有做過運動的病人 所以這個運動傷害的發生 基本上應該是非常的小 應該不太會發生 像的其實就是肌肉拉伸 那這種肌肉拉伸通常就是 你越不常運動的人 你臨床上就比較容易 可能轉個身 拿個東西提個重步 你就像一點 那基本上 像的通常臨床上我們講的 就是所謂的肌肉亂組織的拉伸 所以跟我們今天常見的 百分之六十七十的下背痛的原因 其實是比較 蠻接近的 那我最近門診也常常遇到 甚至於真的 剛上大學的大學生 就來看門診 看下背痛 因為他坐太久 不管是讀書或者是追劇 然後追到下背痛 把腸跑出來 就是因為都沒有運動 然後可能去做個活動 他就下跌了 真的是二十幾歲 出來看的 其實現在也不少見 那第二個講的 宏奇症狀 基本上就是指 我們臨床上 我們復健科醫師最怕的東西 這種東西不管是癌症 麻尾症後群骨折 甚至於感染 我們通常這種病人 我們都會把 檢查 該做的檢查做完 然後看大概是哪一種 哪一種疾病的診斷 然後轉介給不同科的醫師 包括癌症 可能不需要開刀 或者是要轉給腫瘤科 像麻尾症後群骨折 這個可以給神經外科 或骨科 因為這個都必須要馬上處理 你如果不處理的話 除了本身的症狀之外 他可能神經的壓迫會更嚴重 甚至沒有辦法復原 所以這些宏奇症狀 是臨床上如果有出現這些症狀的話 我們會特別小心 不會把它當做 單純的下療處理 一定會做進一步的追蹤跟檢查 那這種病 也會臨床上做 持症照應的時間 也會比較往前移 比較早去幫他做 因為我們盡量不要 這種東西我們臨床上沒有看出來 造成病人 因為這種東西 有時候你比較慢診斷 差個一兩個月 可能這種東西就轉移了 甚至於這種感染 就可能會變成所謂的 敗血性修科等等這些症狀 所以只要有出現這些宏奇症狀 臨床上我們就會特別小心 然後檢查會比較提早去做 這個是我們復健科醫師 一定要先把它找出來 然後轉介給該治療的那個科醫生去做處理 核心處理問題 那 我是去年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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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黑色的 這是椎間版的黑色的 然後 後面這是脊椎 脊椎 然後有神經跟通的症 就可能還有30%的空間 我占到90%了 就是說 你差一點都不行 那所以就看到 然後就很能開 那第二次開完 過不久 就發現是有感染 就是剛才的空氣 那就慘了 那因為這個感染啊 也有分為細菌跟黴菌 那我的是黴菌 那黴菌 至少要治療半年 所以 三月開始到現在 還在吃藥 然後 我又發現 剛才 有哪位先生問的人說 然後 核心運動 這個 做這個 鋪建的動作 可是 我現在看到這個 因為我已經 超過六十五歲了 算是 老人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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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發現說 哇 他們為了盡責 幫我做得很用力 這 用力到 我每次 做完這個 核心運動 然後 還是會痛幾天 有時候 你不做還痛 所以 這個 也是一個問題 謝謝 謝謝 就是他做核心肌群的訓練 那分別是 這三個病例分別是哪一個版本 剛好就是 第一位李小姐 因為他是 他本身 比較沒有做過核心運動 他大概就只有跳舞 然後 他整個 核心檢查出來 就是比較帥弱 也就是說 他撐起來 大概只有二十到四十年 那個足球 那所以 這個 我是給他 比較 所謂的檢疫版的 檢疫版的 檢疫運動 就是第二 第二種 沒有瑜伽球的 那一個 那 王先生 他大概是正常偏弱 超過四十年 大部分 所以這個 我是給他一般版的 那第三位 這個度女士大概就是 給他最簡單 就是老人版的核心肌群 因為他其實是還可以活動 他也沒有開刀 所以他這個 度女士 我是給他 這個老人版的 核心運動 他已經是不肯 那一種 他就能別擁有 在那裡 他真的被他 做得到 學生的 他也沒有 他應該是 他也沒有 他應該是 那些 他應該會 像個想法 那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